我一直在想 我如果用卡 因为金银交代 我最后还是要讲卡米尔 卡米尔其实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后面有一段话 他说 我就用这个当总结 对某些人来说 知道死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却又无法阻止他的执行 这种事是难以忍受的 而这样的人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多 那费子联盟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费子联盟会发现 跟他们一样这样的人 会比想象还要多 谢谢 我想我非常简短的回应一下 最后密翁的这个提问 就是关于人民跟政府的关系 我觉得这倒是我们在 我们的文化里头最缺乏的一块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想象里面 现关就是父母关 国家就是我们的父母 国家就会好好地照顾我们 所以当我们发现了坏人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希望国家来把这个坏人打死 我们总是 我们在思考国家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把国家的恶考虑进去 我们总是幻想中觉得国家是那个会保护 和提供一切所需的那个 而且我们会尊敬他的这个服务 这是我们的文化想象 那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土壤 我们什么时候懂得去防止政府滥权 这个当只有当这样子的念头出现的时候 才是我们民主真正的茁壮生根的时候 谢谢 最后还是要给补充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本书 思索断头台 那事实上里头有一篇 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的文章 是日内瓦大学中文期的张宁教授 他写的考论死刑 那我觉得不管如何 今天晚上希望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愉快的经验 对我来说是因为这真的是有个论坛的样子 然后有不同的意见在这边流动 虽然没有太多的交火 但是不管如何呢 我觉得有关于死刑 卡米欧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例子 就是对于这个跟我们那么近 而且又那么重要的一个议题 如何去思考它 而另外一方面可能比方说像张宁 他写的考议死刑 就是一个比较冷的一种理解的方式 但是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甚至不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的时候 怎么能够去说我们赞成 或者是感觉死刑呢 那谢谢各位 也谢谢四位讲者 谢谢 谢谢大家 因为今天场地直到十点 而且他们卖场地直到十点 谢谢大家